大家好 我是phdvlog 想一个试验粉丝的牌子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开始讲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讲什么 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组团写survey 如果你要是对于写这种综书类的论文 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考虑来加我们这个discord频道 你看这就是我们discord的链接 如果你要点开我的youtube的话 可以从底下这个地方就看到 然后这个链接是可以点进去的 你就不用在这里 就是说你还要复制粘贴还是怎么样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就可以直接点开 对吧 就不要在这里你还要自己去手动的输入 这个邀请码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discord频道 然后我们discord的管理员是breze 对吧 叫breze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你可以去联系一下他 如果你要想起来survey的话 他这个时间是utc加8 所以说你就是看一下时间 你在美国的话 可能就是在夜里他会回复你 现在可能他不会去回复你 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些就写过paper经历的人 然后来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如果你要是没有写过paper的话 那就暂时你先加到群里面去 对吧 然后我们到以后再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好的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复列变换 它有什么样的骚操作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写paper的一个部分了 就是说我们写的survey里面有一个部分 就是讲的复列变换的骚操作 所以说今天要给大家来看一看 好的 那么首先第一件事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卷积 什么是卷积 就是我们有两个信号 一个信号是这样 一个信号是这样 对吧 对于a和b这两个信号进行一个卷积 什么是卷积 就是首先我先把a这个信号给它翻转过来 对吧 就把a这个信号在时间轴上翻转过来 所以它变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这两个信号就像火车一样 对吧 就是一个火车是向北 一个火车是向南 然后这两个火车就是对着什么行驶 当然是两条轨道了 不会撞在一起 然后这两个火车 它就是你看这个东西都是向右移动 这个东西向这个东西是定住的 这个东西是向右移动 然后他们俩相对就是投对投 这么运动 然后慢慢的这个东西 就会和它有一个重叠的面积 对不对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面积是零 然后慢慢的面积会变得越来越大 对吧 直到最后他们俩完整重合的面积 变得特别大 然后面积 因为它还会在分开 然后分开的时候面积会变小 是吧 所以说这两个信号 它进行卷积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这样金字塔 这样一个形状 因为它的面积就重合面积 卷积其实它的重合面积是多少 就首先先变大 然后再变小 这就是卷积的这样一个basic的定义 那么这个图也很好的讲述了一个卷积 就是说如果我们两个信号 对不对 这两个信号是一样宽的 那一样宽的话 它最后肯定会重合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它的最后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点 如果要有个信号比较宽一点 一个信号比较窄一点的话 它最后重合在一起的时候 中间 就是它 因为这个信号 它在这个中间 因为它比较小 所以它的中间会运动一段时间 在这个里面会运动一段时间 所以它有个面积 是一直是一样大的 那这个面积 就是等于这个比较小的信号 这样一个面积 这就是我所说的卷积 大家先稍微科普一下 卷积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要是很感兴趣 卷积是什么东西的话 可以去网上找点那种视频 有人做动图之类的 那因为人有版权 所以我不在这里放了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卷积 它的这个动态的定义是什么样的 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去算卷积 因为卷积所有的这些计算 比如说公式什么的东西 都今天可以通过 就是我们的这些拍放的函数来做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写 直接掉裤就可以了 好的 那首先我们先讲一下卷积 这是我们讲的是一个信号的卷积 我们卷积其实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 卷积时间网络的时候 这就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也叫CNN这样一个网络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它就是进行一个卷积 它的数学的公式 其实实际上和我们之前的 信号卷积是没有区别的 好了 然后卷积的应用非常广泛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想得到图片的边缘信息 就是说这图片哪里是 就是像画一个素描画一样 你看这不是像素描画一样吗 就想得到它边缘 就是想得到比如说帽子的边缘是哪里 对不对 那怎么去做呢 很简单 我们就通过一些算子 对吧 比如说这样是一个索贝尔算子 然后在索贝尔算子 在图片上过一遍 卷积一遍 卷积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算子 它能够去提取到图片中 比较尖锐的部分到底是哪些 是不是 当你去设计不同的算子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卷积 然后卷积神经网络也是这样 比如这是AlexNet 你们就卷积神经网络 然后它也提议出来的就是一些边缘信息 是不是 你看这也是一些边缘信息 就是物体它有什么边角 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卷积神经网络的这样一个操作的流程 比如说卷积 它是提取一个物体的边缘信息的 这样的一个玩法 然后它也能做很多的事情 比如说卷积神经网络 就是通过这些边缘信息来判断 这个物体到底是个鸟 还是个猫 还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通过这样的很抽象的东西 来进行一个最后总体的一个判断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讲 就是说卷积 它的速度计算速度 其实不是特别的快 为什么它的计算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因为卷积这个操作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操作 我们说我们要把信号先给它拧过来 对不对 然后面积我们还要算 面积算的方法就是把它们俩成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要进行n多次的成法 才能把它算出来 所以它是一件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 我们有什么办法 能够快速的得到卷积 其实还是有方法 就说我们在数学中有一个定律 叫做卷积的这样一个定律 这个定律就是说 时域的卷积等于频域的相乘 那么也是就是说 还可以反过来 就是说时域的相乘等于频域的卷积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经过复列变换之后 就会把一个时域变成一个频域 那么原来的时域中是一个卷积操作 那么在复列变换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相乘的操作 然后我们再可以用 通过复列逆变换 把这个频域 再给它变换为我们的时域 那这样的话我们绕开卷积操作了 是不是 那以前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信号和另外一个信号 我们进行一个卷积 对吧 得到一个结果 那现在我们就先把这两个信号 都变成复列变换的结果 然后在这上面进行相乘 然后再进行复列逆变换 会得到同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你说我们搞这么麻烦干什么 我们说卷积 它的计算量是非常的巨大的 但是我们经过复列变换 然后再相乘 然后再进行复列逆变换 这个计算量 其实是会比上面计算量要小的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要低的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的size比较小的话 你知道吧 比如说一个东西原来可能是X 然后另外一个是4倍的X 一个是原来一个东西可能是4倍的X 另外一个东西是X方 在它比较小的时候 确实4倍的X可能要比X方要大一些 但是等到我们当计算量比较大的时候 X比较大的时候 4倍的X肯定是比X方要小的 因为X方的增长速度是一个 是一种这种疯狂的增长速度 对吧 4X它的增长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idea 所以说这个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玩法 对吧 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这个地方就是XGVT 去证明实域的卷积等于频率的相乘 这个东西是一个结论 如果你学过信号系统的话 直接把它记住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去仔细的看它怎么证明的 其实证明的也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先找两个信号 然后把这两个信号进行一个卷积 然后我们再把这两个信号分别进行复列变换 因为我们卷积只有得到结果是a结果 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得到a结果和我们经过复列变换 然后再进行乘法 然后再进行逆复列逆变换 得到的b结果 a和b相等的话 说明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所以说这个证明方法就是这么去证明的 这个证明方法其实非常非常的easy OK 好的 那最后我们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实域的卷积在复列变换 就是实域卷积的等于频域的相乘 是不是 那经过复列变换就变成了频域 那复列变换这是一个很糟的操作 那你说这东西有什么用 对吧 在生活中我们好像买下的时候也不会用到 好 我们今天来说说 在深度学习领域中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 也说我们进行这儿说的话 叫干掉传戳门 那传戳门是我们的一个架构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就是说这是现在使用最广泛的一个架构 对不对 比如说今天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都是用transformer 比如gpt 它是transformer里面的解码器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bort 是transformer里的编码器 还有比如说我们今天的dit 就生成的一些视频 这些什么东西 他们都是使用的transformer这样一个架构 包括什么alpha fold这些东西 它都是transformer这样一个架构 那transformer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计算量比较大 并且它内存的使用的非常的多 那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快速的加速 这样的一个操作呢 答案是 就是说我们以前有transformer 今天我们可以把transformer 给它变成一个卷积时间网络 transformer它就是一个tension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卷积时间网络 可能效果会变得稍微差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把卷积时间网络 做的足够的深的话 其实可以是媲美transformer 我们一会儿再讲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就 然后我刚才讲了 就是说通过时域和频域的这样的一个变换 时域的卷积等于频域的相乘 我们就可以使用复列变换 来加速我们这个卷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在信号领域 就是说使用转机 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操作 然后卷积这个操作 它计算是比较慢的 因为它计算的速度是比较 就是它计算量是比较大 计算速度比较慢 所以怎么办 我们先把一个信号先进行复列变换 然后在复列变换之后 在频域上进行乘法 然后再在频域上进行乘法 这个结果上再进行复列逆变换 这就得到了我们的时域卷积 等于频域相乘这件事 对不对 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 和我们这个时域卷积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这个整个的流程 是比我们要进行的要快一些的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细节 就拆GPT给我们讲的 这个不用大家特别仔细去看 然后有一个模型 我们在用叫做这个模型 对吧 HYENA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 HINIA或者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这个模型怎么念 它是怎么去做的 它其实是一种创新模型 它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Transformer能计算的更快一点 但是它就是跳出 Transformer那个CV模式 它怎么做 它就是使用了一个卷积操作 但是是一个那种很深的卷积操作 因为我刚才说的 你规模上不来的话 它这个FFT加速 其实实际上就是显现不出来 反而可能是因为你变来变去 变得反而变得慢 所以它就做了一个非常深的 这样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然后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可以通过这个FFT加速 来进行一个高强度的加速 是不是 进行一个时间复杂度上的一个加速 它速度会比 就是进行普通的卷积 要快很多很多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 这个时间复杂度是非常低的 是不是 把这个自注意的欧温方的时间复杂度 降低到了这个欧温落温 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对不对 我们一会看看别人书上写的 那个肯定是对的 它的玩法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玩法 是不是 数据进来 先进行复杂变换 然后我们说 就是说频域的卷 时域的卷积 等于频域的这样的一个相乘 它不是卷积 就是说应该是直升卷积 但是它实际上是在频域进行相乘 然后先进行复杂变换 对吧 先变到频域 然后给它进行相乘操作 然后再给它变成复列逆变换 最后就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了 就是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这本书上 就是这样去写的 就是说 它是通过一个长卷积模块 是吧 然后来替换这个传逐温中的 这样一个注意力模块 它就是使用这样一个 复列变换的一个方式 去进行一个加速 那么我说的复列变换 加上乘法 还比这个卷积还要快一些 它这个时间复杂度 是个非常复杂的时间复杂度 因为它涉及到两次复列变换 是吧 它都比较复杂 但是这个呢 就是我们写的 Servity的一个内容吧 以后我们Servity呢 肯定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在不同的传 就是有很多东西 可以打败传承承门嘛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 可以打败传承承门的方法呢 是不是 那以后呢 我们Servity呢 就给大家介绍 我呢 也会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这个Servity 到底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也希望大家能够去 多多引用我们的Servity 这样的话呢 这个我们呢 也能长一长引用 这样的话 对我们来说 未来也会更好一点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给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